今個學年有兩間中學只能夠開辦一班中一 需要向教育局申請發展方案 否則幾年之後可能要殺校 消息指教育局建議合併修生不足的學校 但卻不傾向在中學大幅推行小班教學 陳婉桐 隨著移民潮和色寧學和人口下跌 不止小學、中學未來幾年都可能面臨修生不足 教育局說今個學年有兩間公營中學 只是開到一班中一 要向局方申請學校發展方案 例如是由辦學團體額外注資 專為籍資或者與其他學校合併 根據有關安排 如果學校未能夠成功申請發展方案 下個項年起就要以按人數資助模式 刑辦初中班級 幾年之後可能殺校 據了解教育局近日就著學童減少的問題 若見辦學團體 建議他們提早計劃合併修生不足的屬校 避免日後可能要殺校 消息又說當局提到疫情之下 政府的財政沒有以前那麼充裕 不傾向在中學大力推行小班教學 有校長就希望政府因應學童人口改變 調整教育策略 就是局方雖然說未認同在中學推展小班的學 但很肯定一件事在學界來說 大家很認同提升師生比 很需要老師去多一些時間關於我們的小朋友 但事實上工作量很大 所以我們應該適當地調升師生比 令到我們老師可以在課堂照顧 課堂外照顧都能夠做得更細節到位 政府收益都少了我明白 回到最後就是教育的一個投資 朱衛林又認為合併同一個辦學團體的學校 可以更加有效地善用資源 但是希望當局同時協助其他單獨的學校 以中心小學形式合併 教育局回應的時候重申 如果將小班教學和減少每班的人數掛勾 是曲解了推行的原意 又說全面實施小班教學 每一年所需的開支必定會大幅增加 要小心評估確保資源用得其所 有線電視機就在一層遠同步